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点睡 肚子还痛吗 要不要帮你点外卖 没事 有我 以及废 垃圾 菜笔 是不是蠢 和三十个肯定不能过审的词汇 六月五日那天 你起得很早 那是你白银的紧急赛 十二分钟 你家上单亚索送了十三个人头 你 糊了 七月八日那天 你睡得很晚 凌晨三点半 还在被人按在地上吹 而你的辅助再不点金手 八月十三日的那天晚上 你的多巴胺分泌过多 只因为女神洗完澡后 恢复了你一个萤萌机表情 大一刻 你是幸福了 这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 你的肝肾功能在持续下降 答应我 明年也要继续舔下去 陈小诚 先不说了 不说了啊 再回去就该哭了 小孩没娘 说来话长 咱们来看看本周的八卦 这几天啊 有个事挺大的 差点就引起了饭圈与电竞圈之间的战争 一旦爆发 不亚于虎扑事件2.0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DOTA S大战队的职业选手 唯一逼神 后期注意一下 不是喝水这个 唯一逼神波波卡特别喜欢日本偶像团体 耐木版46中的斋腾飞鸟 多次在微博中提到他 就在前几天 波波卡的生日 斋腾飞鸟为他录了一段生日祝福的视频 波波卡也将其放到了自己的微博上 啊 虽然小剑姐我不追星啊 但这种行为我看来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问题他就这么来了 斋腾飞鸟的超话主持人对波波卡发表了如下评论 嗯 吵着吵着就上了微博热搜 评论一万起步 在评论中 飞鸟的机器粉丝 聊到了波波卡这种行为属于私生饭行为 道真 想见见我这个人比较土 词汇的储备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只提出过私生子 这个私生饭到底是怎么生的 我只能去百度 而百科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 发生日祝福视频能给偶像造成这么大的困扰 我又仔细地看了看粉丝们的评论 看来是日韩的偶像团体管理很严格 基本上不让粉丝又偶像有过分的接触 集体控制绯闻的发声 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爱他一些国内的明星 冤有头 家有主 对吧 这人家官方都一直没说什么 这超话的主持人就主动爱他了女团的官方微博 但是很长时间过去了 官方并没有理他 波波卡战队的老板也说明 这个生日祝福本就和女团方谈好 是可以放上来的 这还能说什么呢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该超话的主持人只好道歉 删除了骂人的微博 并关闭了评论 而刚刚学会了新词汇的波波卡 也在直播和微博中表达了复读机式的喜悦 感谢大家的十分快乐啊 感谢 不要太吃饭啊兄弟们 太吃饭要被喷到 我太吃饭 我就吃饭了啊 这周呢 各大直播平台的年度盛典 扎堆举办 对的 又到咱们大家喜闻乐见的女主播版 大家来找茶环节 这个直播行业发展了这么些年 线下见光死的事 也不像一开始那么震惊大家的眼球了 今年的女主播们 小见见我看了各大盛典 综合下来还是很不错的 嗯 我觉得行 当然了 谁最漂亮咱不好说 但要是问谁线下比线上好看 那非女刘老师莫属 你看 这是她平时的模样 而这个是她在盛典时的装扮 我是服了 明明几年前的她还是这个样子 这女刘老师的颜值 还设起步如同火箭般上升 还能说什么呢 女人这种生物真的是可怕 好的 让我们进入本周 主播圈娱乐圈乱七八糟圈的简讯环节 无聊哥世界虽然已经完结 但主播们对于此事仍然心有预计 数码区知名舔狗主播包大人 在无聊哥送出巨额礼物后 替他组装三台电脑 总价为54万 截止到目前 三台电脑并没有买家出手 包大人如若有益 两千包有 我愿解军筹 同样是无聊哥的善后新闻 前几日斗鱼盛典中 继续宝宝喜提年度冠军 虽然无聊哥不在了 红雷和康娜也没了 但水友们还是替叙叙宝宝 完成了这一梦想 LPL解说宇童 在微博中晒出自己与女友的合照 嗯 这真的不是同一个人吗 近日 企鹅电竞发布了 王者荣耀张大仙的 违约案审判结果公示 张大仙将赔付腾讯 300万人民币 并在履约期间内禁止直播 行吧 过年了 违约案扎堆被处理 期待下一个八卦片 违约的祝国 国外知名堡垒职业主播 Mr.Dymos 因妻子让他停下游戏 帮忙照顾孩子 在直播时 对怀孕的妻子大打出手 之后警方将其逮捕 但在12月30日出狱之后 该男子恢复直播 被观众联名抵制 退市平台终于将其封杀 到这儿大家是不是感觉剧情很熟悉 对的 他的妻子也选择原谅了他 知名声卡推销员王波罗 在直播中观看全网最红的 主播真会玩八卦片时 对自己的新闻发表了吐槽 为什么我的这么丢脸 不是 为什么我的新闻是这样的 我真的好丢脸 我那是谁说话的 那不是高清醒吗 我可以画得很好 嗯 我信了 知名落路主播神超 前几日发表微博 因弹腾原因住进了医院 好在并没有什么大碍 也没有成为孤高的战士 星期争霸2顶级人族选手鼻云 因伏兵役的原因告别赛场 在羡慕战中 他用最复古的战术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也给人族重现了经典的11种战术 11盘对局 他就是用这样小型的一些部队来跟你打 装 不装了 又是一颗雷 再装 再战 左边又来 开始节奏提起来了 你飞得死了 左边再来 哇 这个多谢 这个多谢 没掉没掉 无声 再见 知名罗奥鲁主播孙悟空 跪地乞讨骗钱 被人拆穿后 怒骂拍照市民 当然这是一条假新闻 猴哥微博对此进行了澄清 是不法分子低成本的Cosplay 有句讲句 这种Cos是没有灵魂的 也没有食物价值 是大腿发食物 马虎烧酒 魔法阵充电器 激情上市 无限快充 高颜值 新趣味 让你的每一次充电 都带有仪式感 多重魔法保护 安全快速 充电无忧 法阵点亮的那一刹那 巴拉拉能量 JN粒子 查克拉 等离子火花 汇聚至你的手机 此刻 它不再是单纯的手机 它就是你的神光棒 老魔杖 扎古能量员高达启动机 当然 后续这些猪二的理由 它真的很帅 好的 我们本期的八卦片 也尽尽尾声了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投币 收藏 主播正会王八卦片 每周五更新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目线 人 祝福 永福 友 愿 联系